中国大陆金爆出现黑心的肉品供应商 而它的客户包括了麦当劳 肯德基等跨国素食餐厅 让许多台湾的消费者也很担心 会不会吃到这些劣质的肉品呢 对此食药署今天表示 大陆肉品是禁止输入台湾的 而台湾的麦当劳和肯德基也赶紧澄清 需要的肉品都是来自台湾供应商 要民众安心 香喷喷的鸡块让人食指大动 但中国大陆却传出黑心供应商上海福西食品 提供过期且变质的肉品 给麦当劳和肯德基等素食餐厅 不免让人担心台湾民众 是不是也把有问题的肉给吃下肚 政府挂保证台湾吃不到中国大陆的肉品 也说会加强进口肉品的边境抽烟 但也坦诚从食品外观 无法辨别冷冻肉有没有过期 政府只能尽力把关 而素食业者为了丧欲也赶紧自清 台湾麦当劳强调使用的肉品 都是由台湾齐富食品供应 台湾肯德基者表示 使用的是大臣和普丰等白肉鸡大厂的食品 都没有引进上海供应商的肉品 但民众一听到素食店 可能用了黑心肉还是有点心改惊 黑心的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卫生 然后还没有安全感 因为吃东西不太安全 所以当时会说自己的健康会不会有问题 有疑虑这样子 民众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吃下过期肉 最严重可能会引发败血症导致死亡 轻微化也许是急性肠胃炎 造成上吐下泄发高烧 如果遇到婴幼儿老人家 或者说抵抗力比较不好病患 就担心说会有败血症 所以过期的肉品一定不能吃 大陆食安问题越滚越大 目前黑心肉事件 台湾还没有传出遭受波及 但问题肉品已经流到了港澳跟日本 不少民众还是很害怕 会不会辗转吃到了过期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